国内话题我们来看黑人陈建州卷入性骚风波 妻子范伟奇发声明立体 现在却有媒体引述有人的爆料 范伟奇不大会使用3C 加上声明内容破绽百出 也不太像他的口吻 怀疑文章是丈夫陈建州所带写的 面对镜头摆pose 2019年范伟奇半夜起床 摔伤下巴 当时老公就在身旁 看来两人交梦不离 时刻都黏在一起 近来陈建州被指控性骚 范伟奇立刻发出声明立体 但现在却被爆料很可能不是出自于他本人 有媒体引述有人爆料 范伟奇私下是3D白痴 社群平台跟电子信箱都是黑人代为使用 他的密码都不知道 所以现实动态一出大家吓一跳 因为声明口吻不太像他 内容也有许多破绽 怀疑根本是黑人代血 当中提到自己怀孕期间 只有出去过5次 陈建州也滴酒不沾 事实却陆续被打脸 好好的喝一杯然后庆祝一下 然后所有喜悦跟所有在场的大家分享 我其实真的不喝酒了 我这几天其实晚上有那种偷偷含一口威士忌这样子 训练酒量 我的天哪 婚礼上受访还不小心透露自己偷喝威士忌 似乎和滴酒不沾有差距 而随着风波扩大 网友也翻出过网节目 来宾爆料爱妻男艺人丑闻 调料对方形象良好 对上还是女子团体成员 引发联想陈建州 事发后也暂时卸任PLG执行长头衔 不过黑人的社群平台粉丝数量 从27日的268万 到现在的267万 约少了6000个追踪 似乎影响不大 DV顺视频 陆红昌台报道 好 接下来佳琪一起交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知道黑人卷入性骚风波之后 是引起了不少的抨击跟抵制 我们要来问佳琪 有民众就观察到 性骚事件爆出来之后 黑人的IG粉丝数只掉了6000 所以目前还是有260多万名粉丝数的 那从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看出哪些端倪呢 时间交易佳琪 好 我们再大家来看 这个黑人陈建州涉嫌了性骚风暴之后 这一件事情一开始 其实是从前黑色位妹妹大牙 他第一个跳出来 说当时到十几年前 他们到香港出差的时候 那么陈建州意图对他 是有道的房间意图不贵 那么第一件事情出来之后 黑人当下是提告求床1000万 不过似乎就是因为这个动作 让另外一个女生愿意站出来 还不让大牙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就是围攻女神郭媛媛 那么郭媛媛也说了 这个黑人曾经两度想要对他伸出狼爪 不过这黑人就不再回应了 不过外界都很好奇 这件事情对于黑人来讲有没有影响 我们带您从他的Instagram来看 其实在这事件爆发之前 他大约是有268万粉丝的 不过在性骚风暴爆发之后 是少了6000名粉丝 目前是来到了267.4万 所以很多网友就认为 其实他的加油团还是很多 还是受到粉丝的喜爱 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 其实有些地方已经悄悄的改变了 包含了在陈建州的脸书 以及Instagram上面 可以看到过去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 他其实一直在蓝坛努力 那么他也担任了 Plus League的执行长 过去他也把这样的头衔 放在他的脸书跟Instagram上 不过现在脸书是看不到执行长 这三个字 而是改成了Plus League永远的球迷 那么黑人在他的Instagram上面 也看不到执行长三个字了 之前他也有在这个Instagram的 现实动态发声明 想要暂停执行长的职务 不过未来 去留要交由董事会来决定 但今天就是金曲奖了 很多人都会看到他的好朋友 王洪恩今天也参加了这个盛典 那么很多人都想要问王洪恩 到底怎么看待黑人涉嫌性糟这件事情 不过王洪恩今天是低调 只说了谢谢两个字就快闪 那么大家都很好奇 因为过去有网友就翻出来 范伟奇在节目上说 只要他出去商演 那么王洪恩就会到他家打电动 那么有个房间里面有个床 就是给王洪恩睡的 所以大家也想要知道 到底范伟奇说的一个房间的声明是真是假 不过王洪恩今天是没有回应 好我们待会有更多话题要跟佳琪讨论 再来要看但是黑人成见之后 我们知道三年前创办了 PLUSLY联盟 如今因为卷入性骚争议 所以自请暂停执行长的身份 脸书显见也悄悄的做了更改 而网友也翻出了过往的节目片段 质疑范伟奇习惯对身旁的好姐妹 放冷箭 2020年12月艺人陈建州 以PLG执行长的身份面对媒体 解决球团球员不雅影片外流事件 如今性遭风波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 30号晚间他自请暂停执行长职务 脸书自卸只剩短短的一句话 变成PLG永远的球迷 还记得三年前他筹缩 整整5000万资本额 只为成就新联盟 就怕多年来的心血复制一句 黑人更被拍到低调出门 还四处张望 警戒心很高 但另一头网友不打算放过黑犯夫妻 办起柯南茶案 针对所言一一打脸 大功告成 礼拜六冠军赛高雄巨蛋 家里的动态影片通通被翻出 主要就是范伟奇一篇声名力挺 陈建舟说家里只有一张床 但似乎和过去所言有出入 第二张床疑似就出现在 泛泛的恋情室 这话的可信度再遭质疑 而他和黑人赶箭长跑 十年后结婚 长相厮守 但你可能不知道 陈建舟其中一位旧情人 是大S徐希远 你让我都会出现 我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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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上热情相拥或许也是多年过去 彼此关系以昇华为好友不尴尬 当然范范和S家相视这段时间 也历经不少人生重要时刻 因为那天你没去 没有 我们只有请家人而已 只有 有安迪哥 所以跟我讲说 完全不会要朋友 只要亲人 对 都是亲人 那安迪哥 安迪哥 可能是节目效果 但范伟琪被影射 对朋友放冷箭 早不是第一回 非常时期 网友炮火猛烈 似乎也对夫妻党 给外界的解释 相当不买单 TV宣传媒 张明君谈不到 好 因为这件事情 昔日恩怨也再度被拿出来讨论了 包括像范伟琪 和张韶涵 他们好几年前就闹翻 还当时闹出了 这个黑白狗的争议 而黑人的性骚事件爆发之后 张韶涵刚好 也发布了跟狗有关的最新贴文 他的贴文内容是什么 我们再把时间交来假期 好 我们待会看到 陈建州的性骚风暴之后 那么当然 他的太太范伟琪 是在这个IG发声明 第一时间是想到 他相信他的老公 甚至是力挺他老公的清白 还说先政不怕硬自协 那么这个网友就说 这篇声明 根本是提油救火 而且是犯众怒 不过呢 大家也翻出来说 到底呢不知道这个范范 席日的好朋友张绍涵 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会长到张绍涵呢 因为其实他们席日是同门的师姐妹 两个人感情也相当的好 而且当时还合唱了一首单曲 叫做如果则是红片整个华语乐坛圈 那么两个人也是互相拉抬 只要有这个演唱会 一定是担任对方的嘉宾 只不过呢就在这个张绍涵呢 她的妈妈出面指控她弃养 甚至张绍涵面临了合约纠纷的时候 当然就会很好奇 跑去问范伟奇说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 没想到范伟奇却论回说 别人的纠纷与我何干 就是这四个字呢 埋下了两个人的心结 而后来呢 张绍涵就到大陆去发展了 2018年张绍涵在 我是歌手上面大放异彩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 黑人在社群平台发文力挺范范 就在这个时候呢 张绍涵也在微博上面呢 PO出一张她的毛小孩 也就是她养的狗的照片 甚至把这个色调调成黑白 那么留言的地方还写说 黑白狗别乱叫 引发外界无线联想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演艺圈呢 这个范范跟黑人被细做 称为这个黑白配嘛 因为这个黑人肤色比较黑 那么范范的肤色相对来讲 是非常的白的 那么刚好就想到这个黑白狗 所以就被人认为说 是不是在骂这个黑人跟范范范 那么这一回 陈建州陷入了性骚风暴之后 那么大家又在考虑 说这个张绍涵又是怎么看呢 没想到在昨天6月30号 他们就发文说 又是发了毛小孩的照片 引发了无线联想 虽然没有提到MeToo 但是呢也已经引发网友讨论 那么这对习约的同门师姐妹 是怎么从感情亲密走到越来越远呢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报道 范范范范黑人夫妻党上节目 畅聊私生活 但谈到姐妹情 和小S感情深厚 就算吵架也不分离 但这姐妹套的好感情 却被网友意外扯出范伟奇和张绍涵的心结 2010年范伟奇和张绍涵同台开唱 开场没介绍范伟奇也就算了 一人站一边 从头到尾没互动 由于化名为长腿胡斌的网友 还发文说 范范张绍涵原本是好友 但为了抢资源闹不合 范伟奇还曾发微博 讽刺张绍涵没有大学学历 双方还组粉丝团互骂 对此范伟奇就连结婚 也没邀请张绍涵 暗讽张绍涵没读大学的谣言 也在被炒作 不可传言越闹越大 其中范伟奇骂张绍涵这个关键字 还在微博热门话题榜上 高达1.41PO文谈论 如今回头看 两人浓情合唱歌曲 这样难得的姐妹情 似乎回不去了 TVB的新闻 张正恩 郑翔台北报道 再来看艺人 NoNo他不只被曝性骚 或甚至性侵 就连昔日的猛假鸡牌 员工都出面爆料 他十三项的恶行 包括NoNo过去 与CEO总监自居 但其实他只是代言人 不免让人联想 先前说要退出 营运的说法 根本不成立 你也不能一次太多 这个如果极致的话 这差不多可以20片 同时扎20片鸡牌 八九年前 艺人NoNo插旗鸡牌店 不只亲自盯厂 担任形象代言 必要时还会进厨房 全盛时期 全台连锁开了约70家分店 怎料在性侵 性骚争议爆发 鸡牌店妙切割 原来这多年来 大家以为他所经营的副业 被爆出好一部分隆喜给 冯玉婷 也就是晒出NoNo 在车上摸大腿的网红 在脸书上狂烈十三点 想撕掉NoNo的假面具 首先是NoNo 根本非该间鸡牌店的老板 CEO总监的头衔 都只是他要求公司 对外要这么称呼他 而实际上 只是品牌的代言人 明明插干股却要求 出席费车资等 好让他在亲友前做面子 其中他和老婆 有投资的百货分店 早上直死当店长 却遭报挪用公款 清算亏损也不补钱 开幕出席 每每最后到 让焦点落在自己身上 如果没有被摆在第一顺位 甚至还会数落主食人 不只被点出内部问题 在外要住宿 通通要求总统套房等级 公务差带上家人 若不是商务头等舱 就会白脸色 而他最后到底为何选择退出 就是因为当疫情时 加上闹肌温 悬在公司最艰难时 拍拍屁股走人 说若拿不到钱 就要和公司法院见 如今之所以被翻旧账 就是因为冯雨婷说 有不少前员工私讯他 希望能揭露他们所知的恶行 针对爆料 Nono没有多回应 只是多数员工都选择转述 听到又受访纷纷回避 主要就是多年来 被Nono施压的阴影还在 多年前和品牌闹翻 早有风声 如今被爆出 似乎也不大意外 演员吴康仁遭网友匿名爆料 影射他乱搞男女关系 对此吴康仁今天第三度的发文 坦言心里还是感到很不舒服 他也直呼必要实惠采取法律途径 善良不该是被欺负的理由 过去曾聊到和女友邵雨薇的感情状态 目前十分稳定的吴康仁 却因为网路上的匿名发文 影射他有伴侣的情况下 还乱搞男女关系 这爆料让他越想越生气 一号中午第三度在脸书发文 严正澄清 坦言记上一篇签字文后 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其实回到根本 只需要回答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好 后面的故事就该结束 就是他生活中 没有这样的女性或男性 不是一位两位的问题 而是零位 因为根本不存在 说给证据可能太沉重了 其实只求有相处过的痕迹即可 相信没有 因为没做过的事情 哪来的有 没有一怎么会有二呢 认为真正愿意站出来的 密兔受害者 是需要鼓起跨越商通的勇气 但却出现一个 竟是写着恋爱幻小文的有心人士 不用针对性的文字来挑拨 过去曾在台剧中 演出做贼的喊捉贼 在职场上骚扰女同事的角色 但私底下陆康仁 表示自己虽然不是玩人 但还算爱惜羽毛 对于遭影射 把演艺圈当后宫 他强调 还是不免俗的提醒 必要的时候会寻求法律途径 因为努力当一个演员那么久 没什么特别 就好好认分地当个演员而已 真心觉得 善良不该是被欺负的理由 没做过的事情 还是要替自己反驳 请法律背书 被卷入me too风波 让吴康仁罕见动怒 三度法文自清 要每个人都得对自己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负责 TVBS新闻 李明慧 蔡明娟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